《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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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電影的名字叫《漫游》 這本片子是一個 完全基於我生活的城市 中國的南方城市 杭州的一本電影 這個電影講述了一個 小女孩在一天之內 經歷了一場奇遇的故事 然後 它是一本 完全由我自己製作完成的作品 什麼味道啊 《漫游》 媽媽媽 烏龜不見了 《漫游》 什麼不見了 烏龜啊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主題其實 有一些些是關於成長的一些 懷疑的 就是說在我的那個 小時候成長過程中 我有時候會懷疑很多 跟我血緣有關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 甚至我會懷疑我不是我父母親生的 然後這些 其實可能並不存在的懷疑 被放到這個電影裡面去 就像可能像夢一樣 或者說像一些 就我把它變成了在故事裡面 像一篇小女孩寫的作文一樣的 那種虛幻的東西 然後還有的話就是 對這個城市的一種記憶吧 因為在我 在這個城市裡長大的22年來 我覺得它變化的非常大 有一種巨變的感覺 我想用一種電影的方式 把我記憶裡的那個城市 給保留下來 跟我很多小時候的記憶有關係 因為我記得杭州這個城市 是一個就很適合去遊蕩的城市 就像這本電影的中文名字 叫漫游一樣 它是一個漫游的過程 然後我覺得登山 以及在一些杭州的那些城市的角落裡 遊蕩的過程有 在那個過程中我會想很多事情 然後聽到很多話 在那個話語之間 就組織成了一篇 就是可能是有很多虛構性 由我自己兒童性的想像完成的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 在童年的時候它是碎片化的 但當我長大了以後 我發現電影的語言是可以把它 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東西 就像這個電影裡面出現的 五個作文碎片一樣 慢慢組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 而這篇作文可能不代表電影本身 但它卻是我覺得最符合一個 我作為一個小孩子去認識電影的方式 在這篇作文碎片 在這篇作文碎片上 在這篇作文碎片上 在這篇作文碎片上